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必须把今天焦点移到 今天第三个议题 10月16号 中共二十大党代会马上要登场 距离现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说 在二十大之前 还是会有变化 习近平的权力 还是会受到挑战 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19届其中全面刚落幕 王富林的这个政局常委 王富林主持的一个会 里面提到所谓党章修正案 那很多媒体也开始传出了 很多新的政局常委的名义 包括栗家书可能 转任国家副主席 胡顺华接任总理 那这个李强 上海市委书记可能 接人大的这个委员长 那汪洋继续当政协主席 王富林继续当这个中央书记书记 那赵乐际也继续做政华委 那陈敏尔就是像重庆市委书记 可能会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这个陈教授你怎么样看待 二十大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登场 人事的这个各种揣摄各种组合 都一直在西方媒体 甚至台湾香港日本的媒体出来 那甚至新加坡媒体 那现在整个政策 党战略的思想 是不是会羞辱协议党章 也越来越清楚 你怎么样看待二十大 到底现在习近平的权力 还会受到挑战吗 习近平权力是稳如泰山 那么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 那外界种种的说法 包括国际媒体 都是看不到的黑箱 那么故意的去表示自己 这个独具慧眼或者千里眼 可以看到黑箱里面在演什么戏 那么其实根本就是纯属猜测 纯属这个主观论断 没有任何的根据 所以今天中共的人士 当然是已经确定 只是这个完全没有外落 那么所以外界的总统猜测 都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至于说 这个谁会上谁会下 谁当总理 谁当这个进入政治局常委 那么这个也都是纯属猜测 也没有任何可以相信的新闻来源 来作为媒体报道的根据 那么现在所有的报道 都是没有消息来源 没有消息来源就是自己的猜测 不是有事实的根据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应该是清奇过关 应该是马上的一个代表大会 就是一种寻理如頤 因为一切已经搞定了 所以不会有意外 也不会出现这个 大概期望 很多人期望习近平被挑战 这个或者是权力旁弱 的一个状况出现 实际上都不可能 那么习近平经过二十大之后 他权力是要登上巅峰的 就是登上中共 从毛泽东以后最高的 最集中的权力的一个掌控者 习近平过去十年 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脚印 然后用种种的可行的方法 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你包括这个打击贪腐 或者是人事的异动 或者是他的这个 用什么各种委员会 然后工作小组自己亲自抓权 或者是用各种一打 来管一切的手段 来治理这个国家 也都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权力 那今天习近平可以说是 往权力的高峰攀登 这个已经到了八千 八千多公尺高了 也就攀登上最后的 我们台湾叫喜马拉雅峰 别的国家叫什么峰 反正就是攀登全力最高峰 攀登全力最高峰 那所以过去的种种的什么猜测 都是我们说大空包战 没有根据的 这个习近平就是大权越来越稳固 但是今天中共对全社会和全世界的处境 却是进入到改革开放以来最艰困的一个时候 他的全世界越来越孤立 他这个敌对的这个国家和敌对的舆论 国际舆论越来越强烈 那今天中国的国际处境就往孤立的方向走 而且是40年来最低潮的时候 那么至于国内 他经济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经济下行有一段时间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你走的经济政策路线 是过度的强调管制 而且建设有序 资本有序的社会 或者是共同富裕的社会 这种种的措施就是让民间企业的活力 创新的活力受到削弱 受到削弱就是让你总体的经济 呈现一个下滑的局面 那么又加上美国这些国家的高科技封锁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越来越大 那么现在拜登可以说是把特朗普 这个封锁中国的一种科技的手段 加上全面性的一个布局 可以说是十倍百倍超越特朗普时代 所以他科技的封锁的手段是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范围越来越大 而且越来越严格 这个下去的话对中国的经济 是产生非常大的卡脖子的作用 所以今天来讲 中国大陆无论是经济 经济或者是国际处境 再加上他严厉的防控疫情 对经济产生无力影响 对民心也造成非常大的 一个梳理的作用 今天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民怨冲天 只是媒体不暴躁 或者是他的威权统治非常厉害 人民不敢表达 那么其实你从一些各种社交媒体 你就可以看得出蛛丝马迹看得出 民怨已经到非常深的程度了 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 这个威权统治越来越有效 而且未来越来越有强力 而习近平个人权力越来越鼓固 可是总体上 中共政权在中国大陆社会的 被忠心接受或者满意度 满意的程度应该是削弱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只是威权统治和媒体掌控把这些问题都掩盖住 所以我们想习近平在攀上权力最高峰的时候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基础被削弱的一个时候 所以未来他如何调整政治 收拾民心解决问题 然后重新回到国际的一个 这个友好的一种交往状态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孟权刚才陈下述提到的 20大对习近平来讲不是一个大关卡 当然不过他20大卖过之后 他的关卡特别多 你怎么样来看他这个习近平 这个20大之后 到底他能不能够有效的这个回转回来 能够让整个中国的形象更好一点 经济更好一点 社会能够更和谐一点 他所谓的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基础 能够更强一点 你怎么看 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也是一种矛盾体 对不对 我们大家讲说是毛泽东是中国的太祖 等于是开国这个太祖 当然他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问题 非到太祖这个建马克思的时候 问题已经很多 这是40年前才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了邓小平 这个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个又40年 对不对 从七八年79年到现在这个就是即使 从1982年的新宪法的这个完了以后到现在 又是一个新的40年 所以的话呢 大家就是说改革开放已经走不下去了 或者是不是完全走不下去 就是习近平不愿意再完全走邓小平的路线 要要回毛的路线 可是呢在这个这个情形底下 中国究竟从中国本身这个一个朝代的开创跟延续 大概正常的情况底下 大概是150年左右 这个所以他现在的话呢 就是到了中间了 到中间的时候 他他他要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立国 就是从从周朝周空的那个 所谓的跟西方的这个对抗啊 是一种文化的对抗 这一次也面临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所依赖的这个路线呢 不是跟这个 不是他是等于半毛半邓 半什么叫半毛 他回不到毛 因为他自己本身不是毛 他不可能有有太祖的那个凌驾于党之上的 可是呢这个邓的话呢 就是说党太过分了 这个党是要要要把党的权力要削弱的 稀释让民间的力量起来 这个时候呢 他又觉得这个完全民间的力量完全的起来 就像这个这个过去的在在在在胡锦涛结束的时候 所谓的这个这个我根本就就党中央已经非常弱了 一个弱主他又不能这样做 所以他走的路线实际上在我看来是等于以前的刘少奇路线 所谓的刘少奇路线呢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传统啊 我们知道刘少奇有一个很出名的书叫共产党员的修养 所谓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文革里面是被打成是非常非常的黑黑黑修养啊 是不是 其实呢他就是走回怎么样子的以一个强力的皇权 现在就是党权来走这个控制整个社会 而这个控制整个社会又不要走到像秦秦始皇那个路子那样子的纯粹的法家 就是所谓的呃外儒内法呃外儒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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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秦始皇的那种太过分强 那种呃要要要要要要缓和一下 有一些这个这个讲这个这个我对对比较缓和一点的这个控制啊 可是呢他法是他的根本就是他是很严酷的控制 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他也碰到了西洋的这种的很明确的西洋的对的文化 是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根本是很不相同的 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情况底下他要怎么样子的把他的这个政权的基础 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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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在毛的呃完蛋的时候 邓小平重建共产党的这个就是中国中共的合法性主要是靠 就是说他把这个中国在短短的四十年变成全世界的第二大强权 可是呢未来的五年是中美对抗最严苛的时候 第一他的经济现在只能够甚至只能够百分之二 就他原来是一直是最低希望他仍然能够维持百分之五啊 这可是的话呢他的绩效如果是不能维持的话 他一定要找回另找到一个另外的道德的合法性基础 而这个道德合法性基础只能从他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 政治哲学所谓的什么共同富裕都是企图重新找回 对中共统治这个政权赢得民心的一个一个新的道德合法性 就是政权的合法性的理念 而这个理念呢在中国传统来讲就是教化 就是这个政权不是那么样子的呃呃 他是能控制的但是的话呢 他又要能够有教跟化 这就是这个这个汉朝啊 在续秦之后 秦是非常的严酷的对不对 就是纯法家 可是汉的话是外儒内法 可是他就是使到整个的这个 这个变成一个文化汉文化 现在他要把这个汉文化这样子的理念 呃要扩张到全世界 要说我们是除了这四百五百年的西方的这个 以主要以个人的为主的所谓国家的民主国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政治理念 就是普世价值 他要寻求另外一种 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这个传统所演发出来 又能够接受你们西方的这个把这个西方内化 这个竞争性的内化的这个这个这个经济的能力啦 什么创造的能力啊 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把他要找出来 而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常委啊什么这个就是总理的人选啊什么 他他实际上如果只找胡春华来做的话 他的这个就是表示说他愿他愿意就是扩大团结 因为胡春华所代表的是团结 可是如果他找汪洋 现在当时汪洋原来有有有有讲法 有有这个传说他也可能做啊 那这个话呢就是说他愿意继续这个 真正的把这个这个正就政治改革 跟这个经济改革作为一个很重心的 这个这个这个调整啊 所以的话这个他的现在大家应该 就是下一个礼拜这个十六大完了以后 就很人事就很清楚了 这个主要的就是看这个总理的挑选的人 所代表的就是说跟他两个搭配 这个就是原来这个有所胡温体制啊 可是那个在习近平的过去十年 本来有所谓的习理体制 显然只有习体制 可是现在在未来的十年 就是他的未来的这个十年啊 会不会有一个这个习温体制 或者是习什么体制 在这个时候他要这个新的这个常委进来 这个常委啊 进来绝对不会是两个人 要进就是进三个人啊 这个这个这个新的人啊 这个这个进常委啊 那栗战书可能离开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 如果说是栗战书就是栗 在这个有韩正下去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习近平并不希望让人家明显的感觉到 未来如果他只有两个新的人进常委的话 这两个人就会认为是一个接总书记一个接总理 他不会希望在他的未来五年之内就有这个很明确的这个接班的出现 所以的话呢 他要让三个人进来的时候 就他在上头他就可以有这个挑选 跟大家就是他不希望在未来五年 有一个明显的呃被取代的人选已经成型 他不会希望那样 这样子的话呢 我认为他的目的目标啊 大概是到十年 就是我们把习近平 如果说前十年是他重回 把这个党的这个这个这个地位跟 这个呃 重新回到中国政治的中心 因为胡锦涛跟温家宝那个时候 确实是中央已经弱化的很 就是有一点点就放任不管 就是几股传花 对不对 就是我做完这一任就下人再说了 天下大乱是你们的事 那他把这个纠正过来了 确实他已经他能够纠正过来 可是纠正过来 他并不是纠正到回到毛 他回到的是刘少奇 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认真的 重新重新去研究刘少奇的治理 因为刘少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是用马克思的是马克思的理论 但是用儒家的思想来道德修养 来称这个马克思理论 现在的话呢 他仍然是表面上是用同样的马克思主义 也是用所谓的初心 或者这些都是儒家的道德教化理论的基础 可是跟刘少奇不同的 就是现在中国人对于传统的文化的信仰 比以前比40年前50年前和60年前高的多的多了 因为他有表现 我们中国已经从50年前一穷二白的社会 现在是已经变成了相当富的一个社会 在全世界来讲 而且也确实对西方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挑战 比俄国要强的多了 俄国现在是不惨了 大家都看得出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的这个 他的对未来的十年的挑战 是如何把这百年以来 从西方自由主义什么 然后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个外来的 这个文化的这个跟中国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回到中国传统的政权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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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理念 跟文明的理念 必须要找到这个 中国的后面的发展才比较稳 因为他现在不能再靠 纯粹靠经济的绩效 经济绩效已经不行了 没说 不能再往前走了 那二十大马上到了 十月十六号 这个马上翻牌 马上人事忙 底定给看出来 未来习近平五年 他的政策跟人事走向 不过刚才陈鲁 陈教授跟这个孟雪所提到的 这二十大之后是一个新的 习近平的一个起点 他到底未来要把中国带向哪个方向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礼拜五中国英俊还有一党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我们会有更多的分析跟预测 二十大到底会怎么样来走 谢谢陈贵涵教授 谢谢孟雪人的这个评论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研究院 因为实际关系就到此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的关注 以及观赏 以及谢谢你们的转发跟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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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 发明一下 请不吝点赞 并且推荐给您的心理 并且推荐给您的心理 并且推荐给您的行为